我们和中国体操队一起到达天津 住在同一座宾馆朝夕相处 这给我们带来的运气 那么正好感谢我们建国五十八蛋 我们到这来我们想以最好的成绩来回报我们 一起收看电视转功 当他们在国歌胜利助力的时候 我们的感觉是天津市竞赛已经开始了 10月9号到11号进行了三篇的资格赛 这是中国队的第一战役 10号中国女队首先出场 以微弱差距落后于乌克兰队 这场比赛给面貌异心的中国女队从实力上定了位 他们不可能在团体和全能比赛中战胜罗马尼亚和俄罗斯 只能按照这些年来的一贯做法 团体赛努力升国旗 单向赛争取奏国歌 10号晚上 中国男队的亮相掀起了本届市竞赛的第一个高潮 这天全体队员格外兴奋 现实出强大实力 杨威黄旭的全能成绩排在前两位 六个单向决赛 中国队相向有人 对这一结果天津媒体兴高采烈 很少注意到中国队首战损失了两员大将 卢玉富的跳马和李小鹏的自由体操 其中之一就是和人种有关 中国体操与运动员年龄稍大一点就长高长重 不得不退出第一线 像三年前刚冒头的孟非毕文静 如今已经退役了 他们的个头长到了一米六 而力量却没有同步增长 在他们中间 只有刘璇还保存着一定的实力 成为中国队里唯一一个 可以在赛场上度过十九岁生日的人 看起来女大十八变 对中国女运动员来说有喜有忧 喜的是长大成人后的夺目光彩 忧的是长大意味着告别体操房 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不能不对刘璇刮目相看 果然在女子团体决赛中 她参加了全部项目的比赛 而且全能成绩名列所有参赛选手的第五位 战胜了阿玛纳和霍尔金纳 但即使是刘璇 恐怕也要在这次罢赛后离队了 长大了的刘璇 身体显得有些沉重 在夺取女子团体铜牌后 中国男队无可争议地登上冠军领奖台 当晚沸腾的金门争谈中国体操 为祖国赢得的荣誉 并把这也看成是天津的荣耀 群体队员和天津的领导一起 通应庆功久 四连贯固然可喜 但在夺魁的同时 我们注意到中国队的表现 似乎不如首场资格赛 而对手们的水平 却在恢复和上升 资格赛名列前 不错 特别是这个黄曼丹 他的跳马得分很低 只有8.8分 但居然进了前8名 跳马的拙劣和斗志的顽强 同样令人难忘 我通过这次比赛 从我们有利的地方 年轻的选手受到锻炼 不利的地方 总结出我们一些存在的问题 我们回去训练之后 加以改进 明年奥运会会更好一些 在失去了卢裕傅的跳马 和李小鹏的自由体操后 中国男队的王牌已经不多了 董正这张王牌 为天津体育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行奥尾这张王牌 则马是前提 而中国女队的高低干王牌 林杰和黄曼丹 则输给了霍尔金纳 谁都看得出 他们不仅输给了现在的霍尔金纳 更是输给了过去的霍尔金纳 输给了裁判们合奏的一曲 《美人驰目的晚歌》 金榜提名的是林杰和李小鹏 金榜提名的是林杰和李小鹏 那我们下期见到 warn的 宝贝尔金纳 ании里小鹏 尾巴